我叫灯芳源 今年22岁 是一名川剧小生演员 学习已经十年了 可是接触戏曲要从四岁说起 因为父母是演员的缘故 然后我从小就在戏班子里长大 生活中呢我还是属于比较安静的 喜欢看看书 弹弹琴 然后研究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我的生活中永远不会缺少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川剧 每天从来不敢懈怠自己 让自己放松下 唱好每一出戏 做好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 希望让大家知道 在川剧的背后 还有一群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在默默地坚持 努力着 走 曾经 四来风已 我早已 而却是 一条一条 得出来 观看后没开的神后 神不免 这上一只 那会说在 差评 晚上 又何不可我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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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当吧 海儿 登哪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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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监적으로这画菜 金东福華人 金东福媚人啊 啊 啊 这个小声呢 瓜娘秀妹 在这个表演里面 你还是充分体现出来了 但是记住一个 就是你穿的折子 叫鸳鸯折子 其实它的这个剧种里面 好像用的比较少 鸳鸯折子里面的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的飘移 你在这个就是 身段里面 再多一些飘移 就会更好 祝贺你 谢谢老师 点评很专业啊 我觉得今天 邓芳远呢 我看到了传承 因为这个戏呢 是王思泽老师教你的 对 王思泽老师的身段 是非常非常优美的 我看见了你几个动作 非常像他 希望你今后更加的努力 不错 谢谢小雯老师 我对于刚刚这台唱的表现 说实话吧 不太满意 刚开口的时候 就有一点 我们叫卡弹 喉咙有点 没有清理干净吧 其他地方还好 我想抹只能 请不吝点赞